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十年自焚者和幻愛的導演周冠威 他拍的紀錄片《時代革命》 在康城電影節的最後一天 突然之間就放映 這個新聞引起很大的關注 很多香港人的關注 連日來網上有很多討論 預告片播了大家可以看 不要說這兩個小時的紀錄片 只是看預告片 我的心臟都有點頂不住 哭了出來 2019年2020年發生的事 不堪回首 但是不敢再看 但是沒辦法忘記 很多網民說我不敢看 但是你不敢看是不是就等於你忘記了這件事呢當然不是 這個片我在這裏就很多謝周冠威 為香港留下這個很珍貴的紀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說在康城電影節播這個片為何會意義非凡呢 因為 這個片是有機會給全世界的人知道 2019年香港發生什麼事到今天香港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 為香港的歷史留下一個 真真正正的紀錄 因為 我相信這個歷史 過一段時間是會 被人 直接是歪曲了 我覺得這個紀錄片的重要的意義 就是在這裏 在網上就很多人向周冠威致敬 很多謝他 但是更加多人就是為他的人身安全 擔憂 因為他是堅持 留下在香港 連日來他都接受很多不同的媒體的訪問 講他的心路歷程 為何他要留下呢 那麼 他一個說法就是這樣的 他說 朋友多謝我 網民多謝我 觀眾多謝我 其實他說很多事情是雙向的 我都要多謝大家 他說連日來就就是那個社會的氣氛 是非常之縮殺的 譬如蘋果停刊啦有很多傳媒人被人抓了啦也都就是有 不同的 年輕人啦又或者發生很多不同的事 那麼他很擔心就是 這個時代革命這個片呢 播就是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沒有什麼人敢去講 但是他就說現在 他猜不到 又或者是比較意外的就是 香港的網民香港的市民 用一個正常的邏輯 正常的態度 去share這個時代革命的 在康城的影節 播放的 這個新聞 share他們的海報 share 預告片 他覺得很欣慰 就是覺得 原來香港 還有人敢做喔 那他說 其實 很多人憂慮是他的人身安全 我見到他有不同的訪問也提到 準備面對可能出現的後果 準備面對可能出現的後果 他後果是什麼呢 他說的細節他不想想 他不想被 恐懼所支配 他現在在香港 沒有打算離開 他說我不需要 我不願意 將一些沒有發生的 即是想像出來的恐懼 去控制我的決定 這一點 我想他這個說法 令到很多人佩服 確實是 有沒有即時的危險 每一個人有沒有即時的危險 當然你說我一個普通的小市民 I am nobody 我只是可能會在Facebook 在其他的社交媒體說一些說話 我現在不說 應該就沒有什麼危險吧 如果你是一個名人 就好像周冠威那樣 而且在這個 這個片在康城電影節那裏播 又是講這個反送中的紀錄片 會不會有危險呢 危險可能會大一點 如果說 危險指數1到10 可能去到超過8 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你真的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會沒有人知道呢 自己判斷不了 因為 那條紅線怎麼畫 拍一套紀錄片 忠實地記錄回當時發生的情況 為什麼會 踩到紅線呢 是不是 就是從邏輯上面 如果還在說邏輯的時候 還在說理性的時候 還在說道理的時候 好像周冠威說的 他說我不需要也都不願意 將一些沒有發生過的 想像出來的恐懼 控制他自己 這個是會令到自己 如常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問題就是 究竟 那些恐懼是想像出來的 還是實際上 已經是在發生的呢 那片呢 在YouTube那裏有個預告片 如果你想看可以看 打時代革命就可以了 訪問誰呢 我昨天都提過了 訪問戴耀廷教授 現在 就是 坐牢 訪問時事評論員美儀 銅鑼灣書店的林榮基 又不是在香港 這個立場新聞的前記者何桂蘭 又參加這個初選 現在就是在監裏面 也都有哨兵、車手 又或者那些家長 不同崗位的示威者 那個預告片剪得很緊急 很緊急 很緊張的 其實 是令到你去看幾分鐘的東西 你會看到心都很緊緊 急救員等等 然後呢 那個片段最後 我講的預告片最後 有個黃之鋒的發言 也是坐牢嗎 黃之鋒的說法就是 香港是世界 自由世界的前沿 抵抗極權的香港 然後就打出 Revolution of our time 時代革命 然後就是 香港人作品 這個字 我們都說過了 整個紀錄片呢 其實是 製作是很艱鉅 有很多不同的片源 除了他拍之外 但是 無論是剪接啊攝影啊 其他那些後期製作的人 全部沒有落到名字 只有周冠偉自己 只有周冠偉自己 他在一個訪問裏面呢 也都 提過不止一次呢 就是說 他拍完這個《十年自焚者》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投資者 就說想出資給他拍 這個2019年的《反修雷運動》 他說他一個劇情片的導演來的 他 去到現場的時候呢 都發覺很多人在拍片 很多人都拍這場的紀錄 他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其實都不需要我啊 那麼多人都在做 但是 過程一直拍下去的時候呢 已經發覺很多人呢 已經不再拍了 他覺得他自己的責任越來越重大 他說他 他希望雖然拍劇情片 希望有個位置可以付出 哪怕只是一點點 都會繼續做下去 希望是為香港有更好的將來 願意付出參與運動 既然自己的能力在拍攝 於是就 嘗試拍攝 那麼 他說人家已經做了那麼多資源了 再想 多個紀錄就一個紀錄 沒有想到原來 紀錄有特別大的意義或者重要性 但是一路發展的時候呢 有些 就是攝影師的導演已經不做了 那麼不做什麼呢 拍了那些什麼呢 知道周冠威 正在做這個紀錄片 把大量的片給了他 大量的片給了他 你做吧 這些片段在這裡你做 那麼他除了那些人 是無常地給他之外呢 他也是有買的 有獨立記者有網媒的新聞材料 有用手機拍的有用很高清的4K拍的片 也都有買 全部給他 他說現在最困難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 他怎樣去 簡選 這些這樣的片段 成為這個紀錄片 所以 這個紀錄片不只是他拍 所以叫做香港人的作品就是這樣 得道多助 他說他自己就是什麼呢 他很多很多人 是做攝影師做紀錄 而 他是負責去到最後剪接 當然他謙啦他自己拍了不少啦 負責把關的人 但是他是唯一一個他公開他的名的人 因為其他人害怕 其他人擔心 那麼他說這個 時代革命這個片入圍到康城電影節 的消息一出來就網民 很鼓舞啦 就擔心他的安危 他就準備面對任何的後果 剛才說過了 他看是什麼呢他說他不想去幻想自己 去到什麼的危險程度 他不想想 他眼見不在政治範疇的 傳媒人都漸漸出現被捕的個案 他仍然覺得 我只是一個紀錄片的導演 他說暫時是沒有先例 就是我不想在這裏 就是講 對他 我覺得 不應該對任何一個人的決定做一個評斷 就是現在 網上面發表意見的朋友 實在太容易對別人做評斷 太容易 尤其是對一些同路人做評斷 很容易 你真是笨蛋 他有什麼什麼 我很怕做這件事 我不會做這件事 我經常都說 每一個人的決定 他背後有很多很多複雜的因素 自己的因素 配偶的因素 子女的因素 家庭的生肚 父母的因素 除了這些之外 我會詳細說 還有一個叫做信仰的因素 這個是很重要的 雖然我自己沒有忠告信仰 但是我越來越覺得 信仰影響個人 信仰對一個人的抉擇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他說我是一個拍紀錄片的導演 暫時沒有先例 沒有人知道 他會不會是開第一個先例 沒有人知道 他自己做判斷 他說 今時今的香港什麼可能性都有 他說 將來判斷不了 我不需要也不願意將一些沒有發生的 我想像出來的 恐懼控制我的決定 他說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風險管理做了 說了 那些 原始的片段 出了香港之外 版權都賣了 我身上沒有任何可以控制這條片的 這個兩個小時後紀錄片的任何的 能力沒有 即使抓了我也好 對那條片都沒有影響 繼續在世界上繼續去 是不是 那麼他就說呢 這個呢 這個呢就 他自己的目睹很多香港人離開 但是去留的話題早已反反覆覆 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如今決定 留下來 源於他個人的 價值觀 他說 如果離開香港呢 他會很痛苦 也會很恐懼 他說 所以我是被恐懼到我暫時不會離開 這個很有趣的 這個說法 吊詭的就是 我留在香港才得到自由 不在恐懼裏面的自由 大家明不明白 很多人都會覺得 走了就一了八了 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其實很明顯 周冠威的想法就不是 他說離開了才會很痛苦 離開了才很恐懼 因為恐懼 所以要留下 留在香港 然後才得到自由 不再活在恐懼裏面的自由 可能大家要消化一下這段說話的意思 他說留下都是關乎信仰的 他說自由公義是他信仰的追求 我想做一個我信 就要做的人 我信我就要做的人 而且 好像上天有個機會給我去做 我就堅持住 他說我只是一個導演 一個創作人 他說只是想守住本分 我只是拍紀錄片 不會構成生命危險 不需要那麼快後退 我們都說過了 他拍環外好修德 亦都有投資者 給錢他拍另一套愛情片 在這個 康城電影節 出了他這個時代革命這個片之後 投資者馬上就打退堂股 他說其實民間都是籠罩著很多恐懼和不安的 投資者 撤資 但是他說紀錄片的 導演被捕是沒有先來的 李大維成的 發行商被打壓 他說沒有 沒有動搖 他就 問政府 為什麼民間會有那麼多的恐懼 其實他的 堅持 是源於他 我覺得是源於他很重要的 信仰他一個很虔誠的紀錄圖 他在這個康城電影節這個時代革命 播他的片之前 這個月初 其實他接受 一份海脈 叫他中國神學院研究院的海脈 叫做CGST 就刊出他的訪問 訪問的內容就是 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對我來說是很深刻的 其實 他說拍完十年之後 很多人覺得我在黑名單 甚至在海外的影子上面都不敢跟我合作 他國安法通過之後 試過半夜收到朋友的電話 叫我盡快離開香港 我是基督徒 一直以來追求的就是基督 就是愛 就是自由 他如果離開呢我就會被恐懼所鉗制 會很辛苦 相對於留在香港可能會坐牢 但是要我選 在這兩種囚禁之間我寧願留在香港 清楚了 就是跟 剛才 他接受訪問的那番說話 原來他大概在大半個月之前 在中國神學院的 訪問裡面 解釋得很清楚 留在香港可能會坐牢 離開香港會恐懼 他覺得來香港不是覺得自由 他離開香港會 受恐懼所鉗制 兩種都是囚禁 他寧願選擇留在香港 他說我和太太曾經幾次去非洲 短孫 即是宣教 短期宣教 他有一個字是 經常用的就叫扎心 他現在很明顯最扎心的就在香港 我怎會不扎心呢 如果用一個宣教士的心來理解 豈不會留在香港 神 確是不停地挑戰我 對自由 對信仰 對行公義 施連敏 對香港扎心 這個是我的責任 我是一個丈夫 是一個父親 為什麼我不應該保存自己 繼續成為 丈夫或者爸爸的責任呢 我很想負責任 不知道 這是一個很痛苦的事 但是面對的 由起至我一個人 全部香港人都被挑戰 因此我懷著一個 一個追求自由的心 繼續留在香港 何況這份人是很 看重這個誠實 是你說謊 為何要我驅逐自己出去呢 我想留在香港 尋找屬於我的心靈裡面的自由 你囚禁我的身體 但是囚禁不了我的靈魂 限制不了我的信仰 如果無可避免地承受的話 也有一種積極的意義 就是我 到這一關 我所說的自由 就是真的自由 這份平安很奇妙 我真是擁有 有很多網上的朋友說 向周冠威致敬 向周冠恩致敬 可能就是向他 能夠 很努力 花了很多時間 很辛苦地 拍了這個紀錄片 成功 在康城電影節 那裏播出來 向他致敬是這個原因 但是我向周冠威致敬 就是他在 出了這張紀錄片之後 仍然堅持留在香港 就是他在 神學院的這份刊物裡面 說的一番話 每一個人的抉擇都很不同 每一個人對自由的看法 都很不同 每一個人對恐懼的看法 都很不同 周冠威對自己的 自由和恐懼的演繹 很值得很多人 今天活在恐懼 無論你這個恐懼是 在香港的恐懼或者是已經離開了的 都會有恐懼 自由 和恐懼 如何去選擇 這個很值得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是很深刻的反思 我向他致敬的原因就是 周冠威 不只是拍了這個紀錄片 留在香港這個真實的歷史 就是他個人 那種 實踐自己的信念 那個堅持 亦都 他對自由 對恐懼 對離開 對留下 對酬禁 有他很獨特的看法 對我來說有很多個啟示 有很多個啟發 我很多謝他 經到這裏 他就 支持我的 Patreon 支持我的深極厚發的頻道 情緒有點激動 不好意思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呢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呢 有些片呢 即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呢 那就有機會呢 看到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 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呢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呢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呢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 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還有用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呢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què大家沒錯 乾杯 我們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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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不ygen帶 這麼快 我們下一個月